蓝白河在几天之后他们的正副总统搭档就会出来 那么现在有部分的民众党支持者认为 这一回柯文哲退让实在是太多了 柯文哲今天邀请了党内的重要干部召开了特别会议 他亲自说明他以党主席的身份以及总统参选人身们 告诉大家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在向干部精神喊话的时候 他想起了曾经有支持者对他说过 只要阿伯不放弃我们就不会放弃 这让他在会议当中一度感动到哽咽 不好意思 所以就拜托大家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没有睡好 包括我自己半夜起来吃安眠药 或者当医生的好处 安眠药都可以自己开给自己吃 那我想很多人都在等我解释说昨天那个转折 那事实上是这样这半年来 我们看所有的民调希望政党轮替的都一直超过60% 那在最近这一个月开始下乡 开始在返倒 特别到了中南部 我就发现那些基层的不管是农民、渔民 他们内心都有很深沉的不安 包括对战争的恐惧 还有这个 一些生活上的困扑 那事实上 这个目前这种台海的紧张 影响到很多基层人民的生活 那我在 事实上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讲说 这个无论如何一定要让 让这个民进党下来 我也尝试想办法靠自己赢 后来我们拖了这半年下来 不管是三卡都还是四卡都 其实我们算一算 都不会 不过再也没有整合还是很难以 其实我看过我们最近发表的民调 其实我们还是領先 所以也因为这样 今天剩下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那明天晚上24小时 那个民调就调查就戒指了 所以我还是要拜托大家 这个请大家不要放弃 立法委员参选人余美人他这么分析 他说这一次的蓝白盒 不是只有表面上字的蓝色 加上白色 而是多数民众希望政党轮替的意愿 促成这一次的在野合作 这才是真正的全民盒 民进党很喜欢讲说 这个是什么分赃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权力的一个分配 或者是这个是为了要对抗这个民进党 或者是为了要迎合某些国家 他可以泼这些脏水没有错 但是他其实并不明白说 这不是一个政党的游戏 我们正在写历史 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 这是第一次人民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意志 要求两个DNA完全不同的在野政党 要合成一股势力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 我昨天怎么想 我都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你说过去什么国亲合 国亲最起码早期还系出同门系出同源 你说蓝白就像你讲的 完全血统DNA一点都不搭嘎 合了 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民强大的意志 这是人民的指令 这是人民的甚至我可以讲人民的命令 OK 是这样强大的一个意愿 所以当然有人讲说 这只是蓝白盒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太小看这次的蓝白盒 为什么 这里面哪里只是蓝色跟白色 这才是真正的叫全民盒 为什么 因为要共同的一个 希望达成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政党轮替 OK 所以蓝白盒只是人民希望达成 这个政党轮替的这个 神圣任务的手段而已 而且这个蓝白里面 不要只以为只有蓝白 人世间不是只有三种颜色 蓝色白色跟绿色 它某种程度是全民的意愿 一个我告诉你 人民的本质的认知 其实都一样的 只有在投票的时候会分颜色 那人民的本质的认知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安居乐业 我们希望能够社会有公平正义 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是符合大多数民意的 我刚讲的都是 不是只有蓝色跟白色 是全部人民在本质上的认知 都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请你回应我们这个 懂吗 所以蓝跟白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现在没有谁可以躺着选 都给我站着 对 回应人民的需求 蓝白现在是确定整合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强调 他们是为了政党轮替 没有个人利益 但是对手蓝星德 现在是狂抹红蓝白和 他说只有他自己 才能够守护台湾国家安全 对此侯友宜酸他 只会搞台独 不要再骗了 柯文哲炮轰 说蓝星德双标又傲慢 根本没资格当 法治国家的领导人 蓝白整合成军 达六大共识 侯可要比民调决定怎么搭配 两人一口同声说 为了台湾个人位置不重要 人民利益国家摆第一 政党歧视 个人更没有 所以外面风雨 我们根本不在乎 政党轮替是一个目标 那是不是大家有时候 放下个人之间的一些 Kimoji 蓝白和成定局 赖清德却疯狂抹红 说蓝白和是亲中政权 还呛说只有自己 才能保护台海安全 猴可听还 火大炮轰 新茶流干的坏事 哪一件你是不知道 高端疫苗的时候 你在哪里 在我眼中 你只不过是一个 共犯结构里面的一个小分子 赖清德 你的维建没有拆 你的房屋税 什么叫傲慢 什么叫双标 你就是代表 你怎么会认为 你是适合成为一个 法治国家的领导人 找得很年 耐消费的两岸政策 都是支持台独 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你相信 这位换来和平吗 引战 不用骗人了 赖清德说 自己最能让两岸和平 但转头却说两岸问题 不只是台湾 跟大陆两个国家的问题 名嘴炮红赖清德 到现在还想偷渡两国论 搞台独 赖清德 你自己说你不是台独金孙 你是政治金童 人家不相信啊 美国相信吗 北京相信吗 你民进党自己的选民相信吗 都没有相信你自己在那边讲而已嘛 至少冻结台独党纲啊 你能做到吗 不是台独党 我不是台独金孙 你谁相信啊 你干嘛把兵役从四个月搞到一年 回复四个月啊 两岸问题不只是两个国家的问题 这个就是新的两国论啊 赖清德的大白话就是说 大陆跟台湾是两个国家 如果你对蔡总统 那八年搞的兵凶战危 你觉得受不了了 那为什么他再给赖清德四年呢 那你觉得以赖清德的这个路线 这样下去 未来四年会怎么样呢 随着蓝白河 排版定案 百姓期盼侯克良主帅 如何齐心协力实现 震荡轮替 记得张老师续过好 SN小组台北新北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肉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大马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粉丝 地球 肺尔益生菌 肺尔益生菌 2